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一定是最有纪念意义的 周深作为当下花语乐坛发布歌曲最多最快的歌手 周深代表作的特点是 当下花语乐坛一直有一个规定 新歌容易过时 这也是当下流行歌曲盛行所导致的 而周深代表的大鱼却是一首唱红了六年的歌曲 直到现在依旧保持着稳定的收视率 有人说周深是成就了大鱼 又有人说大鱼成就了周深 在我看来二者缺一不可 而作为红了六年的歌曲 它的特点是不可为不多 这首歌实际上是继周杰伦之后 中国风和流行风相结合的代表作 从此曲方面来分析 虽说这也是个OST 但是却能够将景和为美传泉的融合 颇有几分自然的韵文 而曲方面的作者 秦雷也是将中国舞声融入其中 让整体艺术升华了不止一个层次 这样的饭局和周深同样 趋于自然的声音结合 很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早有自然性的新生作品 透露出的不只是文化人的色彩 更多的是一种人们对于美的享受 这种作品也很容易跨越年龄 事实也是如此 据曾经一档访唐节目透露 周深的粉丝不仅是男女均衡 甚至每年跨度的年龄都是非常大的 大于成就了三位歌手 这样说欢迎的作品 自然就绝不了免不了被翻唱的 就有比下三位的主流歌手吧 比如说最新和周深合作的郭沁 郭沁在中国好声音决赛当中 获得了周深的助力合唱 将这首歌唱出了当时最个性泄源的版本 首先是周深毫无保留的助唱 其次也是郭沁 声音也很相当不错 因此这首歌的版本彻底走红了 虽然郭沁为获冠军 他回归到了学业当中 但是依旧有不少的歌迷记着这首大于 可以说若没有周深这首大于 都郭沁不一定能够获得如此的粉丝 因此说大于成就了郭沁也并不为过 其次便是网络歌手双生的翻唱了 双生是网络歌手当中比较出名的歌手 他也有不少出名的作品 不仅获得各个人OSD 还参加过音中节目 他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 他翻唱大于之后便引起了不少粉丝的注意 并且认为他唱得很好听 在翻唱之后 双生确实是获得了不少的人气 可谓是名利双生 只不过从个人唱功还是艺术感来说 周深都是难以被超越的 事实上大部分人听众 依旧是喜欢周深版本 实习生里边说 声线也算很有特色 但始终是难道打以个性鲜明 更何况论唱功而言 他确实是难以避免 难以驾驭这种类型的歌曲的 不太明显的是气息不足 最后便是网络歌手出身的冯提莫了 虽说如今他也挤进了二线歌手的行列 但是始终是依靠网络出道 当然网络歌手也不怕实力者 演唱恰好冯提莫也是其中吧 冯提莫在嗨唱转起来 节目当中翻唱了周深大于 依旧是火了一段时间 也有不少的知情人士认为 这首歌也有冯提莫的作品 这也足以证明了冯提莫翻唱后 获得了欢迎程度 冯提莫翻唱之后还上过热搜 这对于歌手来说 无疑也是被作品成就了 或许如今的乐坛对于版本 并不是很看重 许多的翻唱作品也是陈醋不穷 之前也许英宗节目当中 歌手翻唱之前的作品 还被云创歌手揪全 这也是有些尴尬的 当了三位歌手的翻唱 周深并没有明确的反对 对于观众来说 能够听到不一样的版本 也是一种开心 人从另外一个方面想 周深本就是大于的假唱 也只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版本 他又何曾害怕过被超越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